中原节 也叫中原普渡节 这个节有什么讲究吗 有啊 所以我先给你们带了一样东西来 这是个什么 这是你画了个骂呢 这是一个字 你确定这是中国字吗 对 这是小学生一年级的生字表上有的字 这是个蛇 这是个蛇 这蛇 蚯蚓 它什么字这是 这叫什么字呀 这是一个生字 哪个生 深情的生 这是什么字体呢 这是甲骨文 这是我从那个商代青铜器上的 那个名文上找出来的一个字 其实这个字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这就是神 这就是神的本字 神仙的神 古人就是造这个字就代表天上的神 因为他们认为在天上能放电呢 那就是神 所以中元节 这是古人祭祀祖先的一个日子 祭祀这些祖先 其实是体现一个中国人一个孝道 为什么中元节跟清明节咱们说有什么不一样呢 对 清明我知道 就是说出去踏青啊什么的 扫墓 扫墓 这个中元节好像没听说再去扫墓什么之类的了吧 你说的太对了 说不定你很了解这个习俗 清明是要去扫墓的 中元节不扫墓 是在家里祭拜 这里头有个讲究 就是我讲的这个生字 生 它其实就是代表一个阴 代表一个水的意思 在中医里面 我们讲这个阴阳五行天干地支里头 这个生是地支里面的一个字嘛 那么生就代表的是水 这就是阴 所以呢我们农历的七月是什么月 深月 这就是代表水 这就是阴气开始化生的日子 但实际上从我们 我们从中医来看 或者是从我们保健来看 这两个节日有还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都要去水边 要去水边 要去水边 你看清明节的时候 其实清明节 它是三个节日的 和三唯一 就是寒食上司和清明 那就是要去水边的 上司节就是三月初三 那杜甫的事就写了 三月初三 长安水边多利人 就是要去水边 是为的是洗干净 洗 那么七月初七 一样要去水边 但是为的是什么呢 古人现在就是说 它是叫放和灯 对吗 就是放那个灯 因为七月十五嘛 其实这个时候 也是月圆 我们讲一年有三圆 上圆 中圆 下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跟那个正月食物 有一点相像 正月食物我们吃一个东西 叫做元宵 元宵 对了 那么中元节呢 也就是七月十五 它也有自己代表性的一个食物 就是面人 一个叫相公 这是一个男的呀 这是一个男人 这叫相公 这是小孩 这是一个小朋友 小孩 这是燕子 燕子 这都是很吉利的象征 这都是很吉利的象征 蛇 蛇 其实在我们这个古人的心目中 也是一个多子多孙的象征 对 它是实际上很吉祥的一个神 都是很吉利的 对 这些都是很吉利的 其实就是代表一家人很和乐的意思 因为有燕子就有家 燕子是在你的屋檐下做窝的 所以那你家里呢 有后代繁多 所以又有这样一个男人在主政 因为七月初期是阴气很重 所以他要做一个男人 在这儿镇住他 这就叫相公 当然这是老百姓的一个文化上的寓意 那我们这时候为什么吃面食呢 南方也有用米做的 因为这个时候是秋天的收获的季节 所以这时候呢 有收那个麦子 也有收那个稻谷 稻谷在古代就认为 这个时候叫做和乃灯啊 就是稻谷开始收成了 所以呢天子要尝心 这是我们尝心的季节 所以古代的祭司就是这样 天子先吃 但他呢也不是自己会吃 他会先请什么 祖先吃 所以就是中国人非常尊重祖先的一个象征 我们以前应该讲过 就是在五六月的时候 也会收一批麦子对吗 但那时候的新麦我们讲究不吃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收的麦子 那是那种麦子呢 它容易发老病 所以都要存到这个八月份来吃 所以这时候才来才开始吃麦子了 这时候吃麦子呢 它不容易让人过敏 明白了 也不容易发病 所以现在就赶紧呢 把这些面子都拿来做成面食 让大家吃得痛快 也就是这么一个行 所以说吃这面仁 并不是说要吃这个面仁 吃了之后换了多少吉利 而是这个面在这个时候 是养生的一道圣品 其实 对了 因为面呢 很有意思 它是滋养心阴的 所以我们说了 这个时候 只要是你进入秋天 你就要考虑养阴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用面食来养阴 它整个是个营养神经的 可以说是这样一个效果 所以会让人心神非常的安定 欸